我们知道这个桑迪已经登陆美国东岸了 目前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观察到纽约市面的天气气氛如何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纽约上城区哈德逊河附近 现在的雨水已经漫过人行道 部分大厦已经停电 道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和车辆 只有警察在积水地区抢修 在曼哈顿下城区绝大部分已经停电 据目前气象预报 区风桑迪继续按照目标朝纽约城市移动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报道 当前测量的风速最高达85英里每小时 美国整个东岸正在感受 飓风桑迪的影响 像纽约曼哈顿南部炮台公园等地 将遭受到重大且有危险的洪水 洪水预警 已经接到了强制的疏散命令 飓风桑迪预期在整个周二及周三 将影响纽约整个城市 交通运输也很有可能在周二及周三不能工作 现在纽约开放了72所学校和其他建筑物作为避难所 现在的网播和电视一直在播放预警信息 并警告市民不要外出 底红 抽